Hello,大家好,这一次给大家讲Banko VR,就是它VR版本嘛 然后先回答一下上次就是菠菜同学和Harry同学提的问题 确实上次也把我难倒了 我们上次是主要进行了一个Banko的算法推导,是吧 这个Banko的核心还是再强调一遍 它就是恒定准备金率,就是相当于你在银行交的准备金 就是相当于商业银行在央行交的准备金 然后它才能发多少货币出来,发多少贷款 这样保证恒定,其实是这个意思嘛 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项目方来说就相当于你在 你利用Banko就是你要存你多少以太坊 然后你再发多少山寨币,是这个意思 对,它是恒定准备金率的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上次不是进行了一个简单推导吗 就是DR等于DFSR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上次的视频 对 DRPDS,这是相当于是等价交换吗 比如说我就是花一个以待坊进去换了当时多少个山寨币出来吗 我共享屏幕吧 卧槽 完了 没人听,对啊,我共享屏幕 嗯,共享一下 刚才讲半天,我紧张了 那我又要再讲一遍 现在可以看见吗 可以看到吗 好 嗯,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Banko V1的公式是吧 现在大家能看到屏幕的话 这个公式应该还记得吧 恒定准备金率 然后推导就是 嗯,就是这个简单的推导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就是相当于等价交换 存多少山寨,存多少以待坊进去换多少山寨币 以当前的价格 然后再就是一个DR等于DFSR 就是这个公式的一个微分 一个微分是吧 它这一个微分等于这一个等价交换的公式 然后就这么算出来 算算算算算 最后算出来的P等于P0 这个α次方S0 S 这一个公式就决定了我们下面这个Banko曲线嘛 看白皮书的时候 大家不是上次播菜问这个问题吗 嗯,我们可以看一下 恒定准备金率 比如说是这一个是100%的时候 就相当于CW等于1 这就是F嘛 F等于1的话 这个α就等于0 α等于0 P等于P0 P等于P0是吧 不变 就是一直不变 价格一直不变 然后你这个CW等于50%就是2嘛 2的话α等于1 然后你这就相当于P等于 KP0嘛 就是一个斜率嘛 对 这个S是横坐标 S是横坐标 P是重坐标 S0是初始供应 P0是初始价格嘛 就是你每一次买 你下 比如说你这一次买 买100个 然后你这样就按这个 可以直接把下一次的价格给算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对啊 你这个α比如说是10%的话 你这就相当于是5嘛 然后你这个就相当于X的五次方 就是这样一个斜率越来越大嘛 你这个相当于是X的五分之一嘛 斜率越来越小 这个曲线是没有错的 对 然后我上次菠菜提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 为什么价格能一直保持不变呢 这就是因为 比如说你买一个以太坊 你在这个Banko词字里面去填入一个以太坊 然后你肯定是要换一点山寨币出来的 你填入以太坊的时候 如果它是100%恒定准备净率的话 就相当于它会给你发一点这个山寨币出来 对 它因为Banko协议的就是 它必须要保证这个恒定 所以它的价格不变的话 数量要增加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但是它发的这个叫智能代币 你不能直接就拿Banko和你一个项目方发的ERC20 就作为一个词字 我们理解错了 可以待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Banko的交易所 它的原理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做的 它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你要有一个Banko作为准备金词 然后你再有你一个项目方的ERC20代币 它会给你来一个智能代币叫Banko 然后什么比如说-AA 这样一个智能代币 这个智能代币可以浮动变化 就是可以issue 可以destroy 对 然后通过这个媒介来进行一个交换 大致原理是这个 我待会可以看图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 就是相当于上次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这个图也是没有错的 它就是相当于 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山寨币的总市值 所以我们不讨论池子内池子外 我们上次不是这个纠结了半天是吧 对 然后 我后面不是举了一个理发店的一个例子吗 理发店的例子也是 其实就是同一个问题吗 就是 这是电家电家的作用 嗯 理发店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项目 就是相当于那个理发店的店长能有什么权利吗 他可以一般一个项目方能 只能去设置一个初始价格 就是我这个代币的初始价格 然后准备金 我塞准备金进去 比如说存100个以太坊 对 然后我指定一个准备金率 对 然后我就相当于我自己存了 我就发行了这么多币出来 这个币可以就是相当于是我的吗 其实项目方也只能这么做 他只能获得初始代币 就看你 Banko怎么用 像我们理发店的场景 就是跟普通的项目方不一样 他这个币可以 根据Banko协议自行的去 Mint和Destroy 是吧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那种SantaB 项目方式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因为项目就是相当于那理发店的那个店长可以先以最低的价格 因为是他设置的初始价格 他去存进去 或者一些低的价格的Token 就是然后就相当于赚钱 就是Banko有个协议 Banko协议就是你越早进去就赚钱 这个问题应该也解决了 然后就是我们看一看 重点就是还是要讲一讲Banko交易所的原理 因为这个还是 跟Uniswap有点像 然后 其实也需要做流动性挖矿的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Banko白皮书的上里面写的 比如说我们假设 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场景 比如说Banko 这是Banko作为储备金是吧 Assume a current market price of 就是一个Banko等于两个DGX 这就相当于数字黄金吧 这应该就是Digital Gold这种 一个Banko等于两个数字黄金 DGX 可以我们把初始价格设成这个样子 EBanko等于两黄金等于EBN 它这个应该就是BNC DGX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Banko的智能代币 就是一个中间的代币 对就是相当于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进行Banko和这DGX的交换的话 我们要先发行一个这种 Banko BNC DGX这样的一个智能代币 然后进行兑换 这一点你可以看一下 这开始的价格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智能代币 它就是根据Banko协议 自行的去蒸发和销毁 对 然后这个智能代币可以被购买 用Banko和DGX相当于是它的储备货币 去购买 并且这个智能代币的储备金 是50%的Banko和50%的DGX 这其实就跟那个 Uniswap的词字是一样 50%的这两个币 然后由这个去生成BNC DGX这个智能token Banko的智能token出来 然后你通过Banko去买这个 Banko BNT去买这个智能token 是吧 然后比如说你买了智能token 然后你用智能token再去卖了去换成DGX 这就完成了一次Banko到DGX的转换 不知道这个讲清楚没有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提 所以Banko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我们上次理解的就是Banko协议储备金 跟那个你的B的 不是你直接你的B用 是你的B跟储备金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桥梁这样的B出来 而中间桥梁那个B可以自行的增发和销毁 并且也不会流动到市面上 有反馈吗 Herry理解了吗 就上次我们纠结半天的问题 它那个模型就是跟智能币的那种 这智能币跟它实际的对换比例是1比1是吧 不那个你可以设置 对就是相当于正常我们刚才算法推导的 不是一般都是准备金是 比如说就是以太坊和另外一个山寨币 是吧 是这种模式 但是你要做交易所的时候 你是相当于 你这两个交易对 比如说你以太坊和Banko 是吧 都作为储备金 然后再对应着你发一个智能币 Banko的智能币 然后比如说BNT-ETH这样的一个智能币 这个智能币可以去自行的 比如说你Banko来买的时候 你就是相当于Banko买这个智能币的话 就是相当于智能币就增发出来了 增发出来了 然后智能币去换成以太坊是吧 然后又是根据那个公式去算一遍 就是这个公式 对 这就是相当于智能 这就相当于是 这理解成是智能币跟 跟我们储备金的一个兑换 对 可以理解了吧 就是但是我们储备金有两个了 就这么简单 是吧 然后就是相当于这两个储备金之间换 对 这就是他算法巧妙的地方 我们之前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拿uniswap类比 所以就发现怎么都说不通吗 就是这个原因 对 对对对这个get到就可以了 对 比如说然后这个智能币可以对被收回 就相当于换成这个banco或者dgx 减少这个就可以了 减少它的供应 对 比如说多币种 就比如说你这个ERC20A 这个ERC20B是吧 你就可以banco协议 他其实他就是想用用banco去替代 就banco作为banco网络的核心 你任何山寨币之间的互换 都可以通过banco来互换 然后增加它的应用场景嘛 对呀 其实banco当时是ICU募了 也是很多以太坊的话 然后他其实相当于哪一部分就是 嗯 banco瞄定以太坊嘛 所以当时ICU的时候就发现banco 其实有点类似于稳定币这种感觉 是因为你跟你质押的以太坊有关 并且他并且以太坊的一定比例嘛 当然以太坊涨了储备金涨了 它的价格也会涨吧 就这个意思 但是所以当时其实预测了banco的涨幅 应该是涨不过ETH的 嗯 从后面看出来也差不多 然后你看banco 是以ETH瞄定发行的一个BNT 就是一个ERC20代币 它也是一个 它同时也是一个智能token 就是智能token就是ERC20 去加了一个destroy和mint函数嘛 其实说的很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然后用BNT作为整个交易的核心 就是整个banco网络的核心 任何交易对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交换嘛 就是你看 比如说ERC20A和ERC20B换 就是可以通过banco 然后他们banco之间 它去发一个智能代币 这又发一个智能代币 然后我相当于我两交易的话 我先去 我先去 比如说我先去换点 就是把它换进池子里面 去换一点它出来 然后它再换成banco banco再换成它 它再又去match 又根据那个算法公司换成ERP ERC20B是吧 这个就是 你就发现绕了好几次是吧 所以 ERC20A先换成它 然后再换成BNT 就是一级一级的换嘛 其实跟uniswap那个pass差不多嘛 所以这就相当于完成了任意ERC20之间通过banco协议互换嘛 它是通过一个中间的媒介来进行的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banco交易 这就是banco交易巧妙的地方嘛 然后它呃就是跟uniswap相同的点也就是他们都是50%的词字嘛 就是准备金 然后呃就是都是50%50%嘛 准备金 就是词字里面 它这个是叫准备金嘛 然后它的cw等于1 是这个样子的 一般的话 嗯 对 现在这个大家能get到了吧 呃就是主要banco交易所跟uniswap的区别了吧 是吧 不能简单的类比 用起来好像会复杂一点是吧 所以我们看banco其实它相当于17年就出来 ICO并且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为什么没做起来 18年uniswap然后才火的是吧 其实17年banco去做起来并没有怎么样 就是我们刚才看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也可以看到它的缺点就是 你想要在平台提供流动性 你必须要获得一定的bnt作为储备金嘛 才能进入代币池 这样无法将资产成两个直接配对的持有人进行钱 就是跟uniswap一样 比如说你直接的拿两个你现有的去当流动性资金池嘛 进行流动性挖矿嘛 没有当方面流动性的供应的选择 市场几乎没有动力 就是我项目方我才不愿意去买banco来 是吧 我去买banco才能进行这个交易 而不像我现在项目方uniswap直接就上币嘛 对 所以 对 其实banco本质上是一个协议嘛 如果banco如果良心一点 直接不用做banco直接拿eth去做这个事儿 说不定 也能成 能成我觉得 对 反正大家有什么问题讨论吧 这是我反正都是个人见解啊 反正banco其实是比uniswap早又起来 然后但是没起来的那种 是吧 但是当年也是很屌的是吧 17年的项目 做的 当时ICU的时候还是极其的火热 1.5亿吧 在1 那个时候我也是当时抢破了头去抢了一点 好 这是banco V1的版本的背景知识了 讲20分钟 现在我们来讲VR 估计大家应该 其实上次也是奔着VR来听的是吧 VR好像banco又相当于枯木 就相当于 枯木逢春了一回是吧 又来了一次第二春 就是 对 他2020年的时候 其实banco还比较好玩啊 他17年ICU募集的时候 然后去做了很多东西嘛 那个算法其实当时还是比较牛逼嘛 然后是18年 但是他主要在eOS上用嘛 那时候火了一波 所以banco的跨链 是吧 ETH和eOS的跨链交易都有 然后后面就是随着eOS不怎么就生态越来越挫的话 banco好像也那个了 然后就是2020年banco看着define火了 然后他又杀回来了 就是这样 然后banco就相当于2020年7月份 就是去年7月份提出了AMN解决无偿损失的方案 其实就是uniswap看到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猜测吧 可能就uniswap看到banco这么这种麻烦的地方嘛 你这个项目方每次上个币还要去买你banco 然后做抵押金 然后并且他刚才那种交换模式还是稍微有点复杂吧 对 其实巧妙还是很巧妙的事情嘛 对 就是 然后uniswap就相当于来了个简化版嘛 任意人都可以去上币是吧 去交易 当然你看从逻辑上 我们也上次也觉得 恒定准备金率听起来更符合我们的逻辑是吧 就是你像你没事x乘以y等于k这种 其实总感觉这个函数有点简单 对 当然还是uniswap胜出了是吧 uniswap针对banco进行一系列改良之后 就占据了dex市场是吧 基本上18年 uniswap慢慢的花两年就占据了整个市场 然后banco团队 后面就相继开发出了bancoVR和VR.1 对 他VR和VR.1的方案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团队技术方案也是挺牛逼的 就是做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方案 对 然后他但是他这两个方案的核心都是为了去解决 uniswap的核心问题 就是无偿损失是吧 就是做市商的无偿损失 比如说你以太坊跟USDT是吧 以太坊涨这么多 你早年去 在那流动性挖矿的话 你要是以太坊存得早的话 你就血亏是不是 然后流动性敞口问题 以及交易者最关心的滑点问题 对 滑点问题还好说嘛 只要磁子足够生是吧 其实问题还好 就是无伤损失的问题 就是你这B加波动 确实是个硬伤是吧 然后banco就是打着这一点来去做一些改良的 对 banco对他VR就是采用了 是动态加权系统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使用了预言机来去解决无偿损失这个问题 这个思路也很好理解吧 对 这个方案被很多AMM协议采用 比如说Dudu和那个Dudu应该大家知道是吧 Corefix 所以可以待会讲一讲 其实banco把这个预言机方案做了 后面发现废弃了 觉得不可行 但是Dudu还在做 这一点了解Dudu的可以聊一下 大家在听吗 有什么问题吗 哈喽哈喽给个回应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案了 你听吗 对我待会会 你就是说不用Dudu 不用预言机方案来解决无偿损失是吧 对不是Dudu还在用吗 他为什么不用了 对对 菠菜你来了是吧 我刚才那个V1的问题 V1版本的问题都讲了 你听了吗 我回去看录音吧 我那个在 你刚来是吧 没事没事 可以可以 反正VR其实跟V1关系也不算太大 没事 好 今天VR版本就有点偏讲野史的感觉吧 就是不会像V1那么直接讲公式那种 很无聊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很快发现 然后他们团队发现其实在一定条件下基于位价调整权重的实际上会增加无偿损失的风险 因为套利者会比任何预言 任何位价更新辞的速度快 对 因为预言机 对你预言机去位价的话 你始终会有存在套利者会抢先一步的 因为因为摆明了 他预言机价格其实大家也知道嘛 他可以提前一步去做一些那个耗羊毛嘛 对啊 比如说最近那个稳定币费是吧 我感觉他快被耗死了是吧 他最近说要调到 回到 如果你看他现在价格费说的要拉到0.95去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那又去买又去耗一波 大户又去耗的话 你这个很难 对啊你此之前迟早会被耗完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一套 就是自动算法调节的话 这个车员 就是好 今年然后就是后面其实也是他做了他用预言机做了这个方案发现不太行 后面这个ParaParaPay这个Capital又对 好像是买Banko对Banko进行了投资 反正就是别人又诟病他这个团队怎么又去融资了这个事儿 然后估计是投资了 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2.1版本 V2.1版本出来 就是把预言机给去掉了 然后2.1出来好像真的把他带爆发了一波吧 他的币价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 以前一直半死不活的 然后他锁仓量增加了70倍 交易额增长了55倍 有人觉得对 还是挺狠的 就是去年吧 然后流动性挖矿 对他2.1比较牛逼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吸引流动性提供者参与Banko的主要挖矿是他可以支持单币挖矿 就不用我去以太坊和USDD都充嘛 就是池子要两边按50%比率去充嘛 对 他支持单币挖矿 并且还可以覆盖你的保护你的无伤损失 就是你来这里面挖三个月 我保证你不会亏 就是这种 可以覆盖你的无伤损失 这就是他V2.1做的 好 这是他VR两个版本的大致做的事情 对我会讲我肯定会讲原理 对我们不要慌不要慌你以为讲完了 对我们也许讲完就没有 那不至于我希望还是讲的有点深度的是吧 对无常损失的话 对其实Banko核心问题就是市场都被UNISWAP抢完了 后面他就发现UNISWAP的无常损失问题嘛 回来就来研究怎么解决无常损失嘛 好 然后无常损失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用过的 我又不用太具体介绍了 就是相当于刚才说的嘛 比如说你去在UNISWAP去存入以太坊和USDT 这个在这个词字去添加流动性 你添加了的话 当然以太坊暴涨的话 是不是你这个 就相当于你以太坊的份额就会减少 USDT的数量就增加 然后又达到50%这种 但是你相当于你US 你的以太坊就很多部分被人好走了嘛 因为就是相当于区块链 就是智能合约或者UNISWAP这个词字跟外界不匹配嘛 然后怎么样通过套利者进行一个匹配嘛 其实肯定就是损失 反正只要价格变化 你肯定都是损失 所以我这个式子这个曲线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就是你正常的话 它俩价格是一样的 无论你价格涨 就是它的价格怎么变动 就是变大变小是吧 就是USDT和以太坊的价格 如果比如说这个相当于是 这是一嘛 如果涨一倍的话 它就是相当于损失这个20%几嘛 然后涨两倍的话 这种涨到快这种四倍的话 就相当于已经你要亏25%了嘛 这个相当于价格 这个是以太坊价格降嘛 对于USDT降的话 你这个也是这样损失嘛 因为这个曲线只有0-1到0到正无穷嘛 这个曲线其实可以计算的 这个一点大家可以 新墙法上面反正有写了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吧 这个应该都知道是吧 这个曲线 就无偿省市 你不管你价格怎么不动 你肯定是亏 就是你提供流动性的时候 UNISWAP是让你去赚手续费嘛 赚手续费其实一般也不会太够嘛 如果正常还有就是他如果给你发个UNI嘛 这种UNIB的价值是可以 对啊反正就相当于 他是通过这个去挽回你的损失 然后这句UNISWAP 他主要的是这样是吧 好Bank of VR就是一种 他在他的策略里面 这是他去年的想法 最初的想法是做这个 就是通过预言机位价 或者AB的汇率 并在在A上涨的时候 提高A在池中的占比 使得A 被更少的被卖出嘛 就是相当于以太坊突然暴涨四倍 四倍的话 你就像以太坊 你去占了80%的池子 那个 USDT只占20%的池子的市值嘛 就这样一条的话 池子就不用保证50%到50%嘛 然后就是你这样不会就被豪嘛 理想情况下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Bank of VR就是打破 就是引入为预言机位价嘛 就是两边代价 两边代币价值不用相等 因为我们正常两边的代币比例 都要是50%到50% 但是怎么说呢 50%是有优点的 就算你当通过预言机调的时候 你临时调成了80%到20% 但是你要 可能你就要补力别人去添加流动性 慢慢的去填平这种 只不过就减少别人的去耗羊毛的行为 这就是通过 原理很简单嘛 通过预言机来进行 10分钟进行一次报价嘛 对 然后保证 就看这个 就是看这个公司就知道了 核心的关键点就是 在于AMM不平衡嘛 通过预言机位价调整资产比例 防止套利者套利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BNT和LAND这两个币 价格这个是100这个是20 那兑换率就是1比5嘛 然后辞职数量就是 它100个 然后它是500 辞职数量它是500个 对 它就是1万的市值嘛 它就是辞职里面1万的价值嘛 它也是1万的价值嘛 这个兑换价格1比5嘛 各占50%是吧 这就是我们看看Uniswap的话 然后比如说BNT突然飙涨到4% 涨了300 3倍是吧 一下子到了400%去了 到了400去了 然后LAND又不变 然后你看兑换率就是变成了1比20 然后辞职 辞职数量是 最后平衡的话就是50到1000 然后兑换的价值 最后就是2万和2万 嗯这个 这个是最后它平衡 最后平衡的嘛 就被耗 耗光了的时候就剩下 就是只是变成了50和1000嘛 达到平衡嘛 这个可以理解吧 兑体涨4倍的话 套利者套出了1万 套走了1万 使得自弹比例回到50% 而使用Banko的话 哎 反正我这个样子 你照样是100没有问题 我这4万 我把你比例调成80%到20% 好 你就不用强行的50% 50%嘛 其实这个思路很简单嘛 因为核心问题就是 辞职一般都是50%到50%嘛 对就这个 然后此外通过调整费率 以及加入流动性的最高值 然后高昂的做事收益 又会迅速的让流动池达到 流动池达到最高值 间接的促进流动池的平衡 就是最后还是慢慢的 大家可能你相当于 你这个词子只占这么少 大家鼓励大家慢慢来填充流动性嘛 因为这样通过费率和收益越高的话 你最后只相当于最后大家又保证 50%到50%平衡嘛 就这样的话通过鼓励大家又来流动性滑矿 这样就更合理嘛 总比比这种被人直接耗光的 全部他转了墙是吧 当然词字最终的状态都是收敛到50%到50% 是最合理的状态嘛 嗯我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证明就是一比一的 就是这种一比一的比例是 是最优的最适合交易的 但是我今天准备的时候 没找到这篇文章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它的点就是这个 好预言机它的问题就是 第一你放弃了定价权 就是通过预言机策略 然后预言机未价策略 可能导致更多的套利是吧 因为预言机价格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因为都是练下的 我提前你10分钟搞一次 我就9点几分的时候去套个利是吧 你反正你要改那个价格是吧 对啊这就太明显了嘛 这就是V2.0它做的事情 所以杜杜还在做 所以反正 反正探讨一下吧 就是大家谁对杜杜杜 我看了一下 如果了解的话 你看这个方案 你觉得最终是否可行 反正半口不完了 这个方案 对可以聊一下 然后我们来再看V2.1吧 V2.1我觉得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官方微博 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7月份搞了一版V2.0出来 10月份就立即搞了一版 2.1出来 你看这个团队还是挺牛的 就是2.1就是把Banko 变成了一个现金流代币 因为协议能够从与流动性提供 共同投资的BNT上赚取收益 弹性BNT供应 解决AMM问题 就是它不是通过预言机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这个方案被它否了 然后它就来通过弹性 就是动态增加和缩减BNT的供应 来解决AMM问题 就是先看一下它的公告吧 或者它的两大核心 一个就是流动性保护 其实它主要还是去为了解决 UniSwift的无伤损失问题嘛 还有一个就是UniSwift 你做事一定要 你一定要两个币都去 抵押嘛 就不能单个的嘛 Banko可以支持单个的 当然它 对就是这两个优点 反正这两个优点 看起来很强大 是吧 然后但是 单资产抵押 待会也会 大家看到它大资产抵押 会带来的问题吧 不过是小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它又发的推 就是 然后它也搞成了倒置礼嘛 现在DeFi都活的 就是 是吧 Banko Governance 按着Banko V2.1 Upgrade 就是2.1带来了 无伤损失保护方案 以及单 单边 就是单边做事吧 就是Polo2 对 然后就增加流动性辞子 增加 抵押 抵押 在受保护的辞子里面 去抵押的话 去会产生 这个VBNT VBNT 就是它的治理代币嘛 跟那个Banko1比1 对换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去 比如说你拿Banko去 在这辞子里面去抵押的话 你会获取VBNT 然后你就可以去投票 提案 这是都是DeFi的常用套路 对 这就是它2020年10月份 搞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设计原理 它的设计原理可以 这个可以慢慢讲一下 就是 Banko VBanko 或者我们 上来讲这么多的话 我可以简单看看它界面吧 这是Banko是吧 反正有没有被它的这个奖励给下到 还挺高的是吧 反正 它还长得挺狠的 就是现在也18亿 在里面存着了 还抵押了这么多Banko 然后可以先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先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吧 这个就是受保护的词字 就可以覆盖你的无偿损失 比如说ETHBanko这种是吧 这个词字肯定是 可以看看它的流动性有多少 对 这里面才4亿是吧 还好 然后费 它的交易手续费是千分之一 比Uniswap低一点 它这个 然后APY APY就是你流动性的挖矿的收益 只有 这个只有3.42 但是它会给你有一个奖励的 对 它目前 好像这个奖励其实还在 对啊 还有35天 就是Banko可以讲这么多 你存ETH 单边存ETH或者存Banko嘛 你可以ETH可以8.75% BNT有59.15% 看起来这个目前在市面上收益挺高的 跟跟客服的那些歪尺都有的一拼了 对 然后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进去 来 单边 单边流动性添加 比如说我去添加 去添加Banko 对 你就这样添加 就这样去 质押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去 添加ETH去 对 就这样 质押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本来准备去 嗯 USDT USDT尺子的收益 其实还可以嘛 还是挺高的嘛 但是 我打算沉点USDT进去的话 我发现它 对 Limit reach的 其实大家都往里面 Addition BNT liquid should be Stake to allow for USDT 单边的底 就是 大家都在存USDT 它现在让你去存BNT 因为 它这个词字 虽然是单边抵押的话 但是 BNT 就如果大家都在存USDT 不存BNT的话 它就算自己弹性供应 BNT也 只能 达到50% 所以剩下的还是要由用户来去提供 所以就是填不进去 就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反正它估计 还有一个特点 就刚才说的 它虽然支持单边流动性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所有的都是 词字都是ETH BNT Link BNT WB 是吧 它只有都是跟BNT匹配 是吧 这就是 当然你只是挖矿 对 它的词字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单边存ETH 我就给你弹性 我就自动给你蒸发 对应的BNT出来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所有的 是通过这种方案 至于原理 待会再讲 大家先有个感性认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Banko做的事 然后就是这种 就相当于Banko 它的 我们换成ETH 这种Banko USDT 其实可能更直观吧 就换 能换这么多 对 这其实 它的背后不是X乘于Y等于K 是我们刚 V1版本说的那种 智能代币的方案 就是ETH 和USDT 是吧 中间 可能还要走一次Banko 所以就是ETHBanko 中间有个智能代币 Banko到USDT 有个智能代币 然后 倒倒倒换 所以你们目前发现 它的手续费 好高 就是Banko的目前 合约是挺复杂的 它的手续费极高 对 跟一些复杂的 那些WiFi 有的一拼了吧 所以可能 等VR出来 并且Banko的VR版本 是在那个RB trade的那个什么 那个方案是吧 Leo2的方案 就是Leo2的方案 就是 也在也在推吧 然后他们项目方也在去降低Gase 然后还有Banko可以支持 创建限价单 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 限价单嘛 你可以 可以 可以有3%的浮动嘛 对 其实这种就是 还有超时间 它其实就是 KeeperDAO做的 其实就是背后应该是掉的零差 就限价的嘛 就是Banko就两个都做了 发现这个团队 反正 做的事还是挺多的 然后这就是抵押嘛 就是你流动性的 然后你可以来到这抵押 然后进行 反正这奖励 到时候你抵押的时候 就会能看到这些 然后就是governance 投票嘛 提案投票都是常规套路嘛 然后这是法币入金嘛 就是发现它什么都做了 然后这种 可以直接去什么 各种 仰卡买吧 然后BankoX就是 跨链 对 跨链交易 因为它当年跟BankoX这个协约 它当年跟EOS也走得挺近的 所以 这个转不出来 然后它自己也有Wallet 就是 大家没事可以看看这个项目 挺好玩的 对 它有自己的Wallet 就是基本上 因为毕竟是17年的项目嘛 该做的都做了 BTH 在以太坊上这种换 就这个意思 好 现在大家对界面有个直观认识啊 反正 收益率这个还可以是吧 但是它要三个月 对 就是你要 充满三个月才行 对 才会给你覆盖无偿损失 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它目前那个界面的就是V2.1版本的 V2.1的原理吧 BankoV2.1的交易曲线 跟Uniswap是一样的 就是要保证双边价值都是1比1 这意味着流动性提供者跟Uniswap一样有无偿损失 对 所以BankoV2.1做的办法 它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增发BNT补偿流动性提供者的无偿损失 这是增发BNT去补偿 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先记住这句话 可能你现在 那待会儿我会有这个式子跟 为什么叫这个跟Uniswap的对比 会讲一下 它的方案是相当于先是动态的增增三 增加和三和销毁BNT来支持单边 单边就是流动性挖矿 然后也覆盖无偿损失 对 好 我们先来看它第一个特点 单边做事 BankoV2.1 它目前都是支持BNT到ERC20的流动性池子 这个它这样做 其实刚才界面上也看到了 就这个样子 都是BNT给其他的ERC20 它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BNT的弹性工艺 以支持单边做事 具体是怎么做的 就是当你去提供ETH 是吧 你在那个池子提供ETH BankoV2.1就会按照市场汇率增发等价值的BNT 进入流动性池子与用户的ETH匹配 其实可以理解成凭空就造了那么多BNT在池子里面 当然大家问了 对啊 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 就是要看它怎么销毁 对 就是当流动性提供者提供BNT 就是相当于第二个人 比如说第一个人提供ETH是吧 他就给你蒸发这种虚拟的BNT在这里面 供利交易 然后当流动性提供者提供BNT单边做事的时候 那这个协议就会将用户的BNT存入流动并且销毁中刚才协议产生的那一部分 对由协议拥有的BNT 就是这个意思 当流动性提供 当流动性提供者注入资产进行做事时 BNT Bank VR.1就会记录关键数据 以便用户在取出流动性时计算流动性提供者做事期间的无偿损失 然后在取出流动性时协议将 并且还会增发一部分BNT去覆盖你的无偿损失 对啊 它覆盖你的无偿损失是去增发你的 增发BNT啊 所以 挺好玩的啊 BNT啊 所以这要么就是一个正循环 要么就是一个通缩的死亡螺旋 你发现其实有一点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图 BNT的供应 挖矿的供应 然后弹性的供给 就是就相当于有一部分是归那个Bank VR.1协议拥有的BNT嘛 但是这个协议拥有的只是在协议拥有不会流通嘛 这样就是来去覆盖你的无偿损失 这是他图上面的 他会他也会销毁掉嘛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 再讲解一下这三个图 对 这就相当于用户添加tkn 比如说一个山寨币token的时候会怎么样 反正他就说我会保险cover your iil嘛无伤损失 然后这个tkn和bnt的这个词字里面 你可以去earntknfee nate 一倍的啊 其实这个图不用做太多简体 其实就是一个弹性供给 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山寨币1tkn等于1bnt 现在用户辞职在里面就注入了100个tkn 那协议 搬购协议就会自动产生100个bnt 与跟他匹配嘛 50% 50%嘛 然后一般与 辞职里面代币就这样生成了 这个理论上 但正常不可能让你辞职就 全部都是协议代币了 然后辞职发生交易 然后辞职代币现在价值是110 就是相当于手续费赚的嘛 赚了10个手续费的bnt是吧 然后现在一个外部LP就 流动性提供者就来 乘110个 然后他就可以把协议里面的110 之前协议的110个bnt给销毁了 对从而产生了10个 都销毁了 从而还销毁了10个 明白吗 就是相当于bnt 总量销毁了10个了 所以全体收 全体持bnt的人的就赚钱了 是这个意思啊 当未来一个未来的一个LP退出 并将收益分散到所有的bnt持有者的时候 这种燃烧的bnt就 抵消了无偿损失 就是协议赚的那一些bnt会被销毁掉 这个图其实还是 对啊 填入这个池子里面 去做交易 有一些交易费用 是吧 然后有一些交易费用 协议的交易费用去覆盖无偿损失 其实大致就这个意思 它的逻辑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 但是这个就是 鼓励了大家都进来挖矿嘛 有三个月覆盖你无偿损失 所以这种东西还是肯定很受欢迎嘛 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进行来玩嘛 因为bnt 可以简单的看看它历史 无偿损 就是没有无偿损失了嘛 并且它前期的收益率极高 所以就很多人进来自压嘛 好 原理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弹性工给嘛 但是我们来分析它 它最后的数学逻辑 就是具体的是 跟unicef是怎么不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非bnt单边做事 和补偿无偿损失 都会造成bnt的增发 对啊 就是你山寨币去做事 或者你补偿无偿损失 你补偿无偿损失 刚才说了嘛 是要增发bnt就给你的嘛 然后都会造成bnt的增发嘛 bnt的增发 对 会有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刚才那个方案的一个 重点是吧 首先你第一部分就是 你单边做事的 山寨币单边做事的话 你增发的bnt是不会流到市场的 因为是归协议所有 而补偿流动性 做事商的增发的bnt 是按照流动性挖矿理解 这就跟给你发unicef unicef是一样的嘛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是合理的 就是第一个 协议产生的bnt 肯定是不会流出出去的 就像banker协议本来就这样 核定准备几率嘛 都是在词字里面自己玩的 对 然后覆盖无偿损失 就相当于全体的bnt持有者 去给你覆盖这个无偿损失 就这个样子 所以这句话也说了 如果bnt的价值捕获 能够使bnt相较于其他的 ERC2连代币保证相同等的竞争力 则能够使无偿损失保证低位 如果它无偿损失能保证低位 它这个bnt价值就越来越大 如果不幸 它失去竞争力 这无偿损失的加大 对啊 就是相当于bnt没什么价值 然后你 你发bnt给我 来去覆盖我的无偿损失 也没什么用嘛 是吧 第二个就是bnt 如何进行价值捕获 就是刚才那个弹性 供给bnt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看 它跟uniswip的对比 bnt的价值捕获 是来源于手续费收入的 其实都是主要是来源于手续费收入 当 这是刚才说的嘛 其过程比较隐晦 其实就是你质押别的币的话 就是比如说100个tkn 你就会给你增发100个bnt 该协议的bnt会一样会 就是协议拥有的bnt可以去 获取手续费 假设一段时间要变为110 110个 然后流动性提供者 我来填入110个bnt 就会销毁掉110个 协议的110个 其实刚才我不是 其实我也想在eth和usdt里面 就是 我把usdt和bnt那个词里面去 usdt冲进去去那个挖矿嘛 但是你发现其实大家都这么做了 所以他协议的bnt就很少嘛 所以他现在其实相当于协议拥有了 拥有的bnt 增发的bnt特别的多 所以需要别人来填bnt 流动性挖矿 然后把协议的相应的销毁到百分 销毁掉 然后降低到50%以下 然后他才能协议能正常工作 是这个意思 对 看这种情况下 bnt的流动性就减少了10 这就相当于全体的收益了嘛 全体bnt持有者都赚了这个交易手续费嘛 是这个意思 即协议的自身的手续费收入 以销毁的形式将价值重新分配给bnt的所有持有者 然后这部分手续费有多少 就这个图比较关键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协议持有的bnt占比不能超过总bnt的 这是他的规定嘛 你不能全是协议持有的bnt 应该没有问题 锐毁2.1他的手续费是千分之一 所以bnt能补获的是这么多 就是交易总量 交易总量的千 这是已经多少了 这万分之2.5了 是吧 这个可以理解吧 因为你不能超过辞职总 辞职总的嘛 辞职总的是100嘛 你这个bnt只能 然后三代币占50% bnt占50% 但是协议战业的bnt只能不能超过5% 所以协议最多是25%嘛 所以你就是总交易手续费的25% 25% 然后你又总交易量的25% 总交易量 然后你又是手续费是千分之一 所以你就是总交易量的这个嘛 所以像这种去世中的交易所归根到底 就是赚手续费吧 就是赚手续费 然后回归给大家嘛 UNI其实也是这样嘛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跟UNISwap的对比 它的收益和支出对比啊 这个是挺好玩的 代币持有者交易总量的 UNISwap相当于是代币持有者 获得交易量的万五 这个是UNISwap自己承诺的说 我会每年拿交易手续费的这么多去给你 去把你UNI给购买还是销毁是吧 然后流动性 这是流动性提供者 流动性提供者是 交易量的 千分之2.5减去补偿损失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UNISwap的交易手续费是千三嘛 是吧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好像UNISwap是拿这一部分去 去购买 UNI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给流动性提供者的收益 对 就剩下的流动 然后还要减去它的无偿损失 是吧 这就是流动性提供者 如果你这个交易量不多 无偿损失大的话 我就可能亏钱嘛 就这个样子吧 代币持有者永远是赚的嘛 是吧 这个没有问题啊 因为反正你就相当于买他的股份 而我们来看Banko的持 手续费就是 他的手续费是千一 对 他是对流动性提供者 你始终是赚交易量的 刚才 就是这个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算的嘛 就是协议持有的这个覆盖无偿损失的这个 这一部分 这是相当于是赚的钱嘛 就是全体代币持有者赚的钱 减去无偿损失 因为你要去覆盖那个无偿损失 然后你流动性提供者就是相当于赚 剩下的这部分嘛 这个大家能看不懂吗 还是很好理解吧 就是他总交易手续费嘛 总交易手续费 这个是 就banko还可以提高到千三去 他是可能是为了跟unistore不竞争 所以交易手续费低嘛 但是你发现没有 banko其实他对bnt持有者不管不太友好 就相当于你无偿损失 我代币持有者可能赚的手续费是这么点 然后我还要去覆盖无偿损失 但是你流动性提供者就是在这血赚了 你肯定是稳健收益了 你就发现没有 他就是相当于banko对代币持有者可能不太好 但是对流动性提供者 就是鼓励大家来流动性挖矿 并且覆盖你无偿损失嘛 他只不过把无偿损失这部分收益 转嫁给代币持有者了 是这个意思 这是他们俩本质的区别 uniswip就是对代币持有者好嘛 就是你直接 反正你肯定买uni 我每年就是回购 你肯定是赚钱的 然后流动性挖矿就血亏嘛 就看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uniswip就是鼓励大家流动性挖矿 如果这个你是稳赚的话 应该持有者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的话 应该banko价值越来越大 场景越来越多 是一个正循环 这应该也是他期望的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他俩的 背后的一个利益分配了吧 对其实核心差异就是手续费的高低 和无偿损失是由谁来承担 而重要的变量是交易量 对啊 其实交易量上去了 谁都是赚的 是这个问题 是吧 banko v2.1希望 对啊 就是我刚才讲了 给持有者吸 就是吸引流动性提供者嘛 你进来肯定是赚的 你较低的交易手续费 吸引交易者 对啊 就是吸引交易的人 然后代币持有者就亏了 对 所以可以大家 反正进来挖矿 进来挖矿呗 是吧 挖羊毛 不买币也是可以的 感觉挺好的 所以banko v2.1和unisual的本质差异 就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 就发现它两套 是两套完全 一个是x恒定成绩 一个是恒定准备净率的两个机制 但是最后你发现 其实去中央交易所本质都是赚手续费 然后赚手续费 他们有三个角色 交易者 有动性提供者和代币持有者 他们的之间一个 手续费之间的分配 对 还挺有意思的吧 这个图 应该这个 大家可以好好看看 理解一下 所以其实分析背后 的模型 对 但是banko banko覆盖 其实原理挺简的 一个弹性供应 覆盖你无偿损失 还没有 手续费不够的话 我就直接给你发bnt 就这么简单 并且它需要你100天才能 就是三个月 你才能去百分之百 覆盖你无偿损失 它有这个要求 在界面上你可以看一下 对 它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提供满三 未满三十天 没有赚不了 就是不覆盖你无偿损失 三十天之后 就是每过一天 给你加1% 到了100天 就是百分之百 全要理赔 对 就是鼓励你尝 其实banko就是鼓励你来挖矿 流动性挖矿的 好了 其实给大家就大致讲完了 其实我感觉 V1的重点就是他那个交易 就是他这个交易所 是吧 这个交易所的实现原理 V2其实就是一个弹性工 给解决无偿损失 目前他的合约 确实就是写的比较复杂 然后他交易 因为他自身的那个逻辑 所以其实交易手续费还挺贵的 我自己最近手续费降了 我还准备去点一下 反正还是超贵就算了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体验 反正这也是我调研的一点结果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在交流了 对 好 我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喂 最后这个100天才能百分百覆盖你的无偿损失 这是他人为定义的 不是算法规定的 就是你存在这么多天 他这个曲线 然后对 会赔付你多少百分比 对就是鼓励你长期挖矿 这是他自己定的 这跟算法无关 他如果你交易量大的话 你完全就足够覆盖你无偿损失了 其实不会亏 就是赔付你无偿损失的这个百分比 对 就是你亏多少 我就补你80%吧 如果你这些天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明白 好 反正就是 讲了一下他跟Uniswap的恩怨吧 是吧 反正 我因为我是17年投过他们项目 所以一直有关注 所以对 挺感兴趣的 反正他们VR做的事情 还有点意思 是吧 这个团队还是有点意思 对 反正但是这个团队好像也是经常 好像代码被攻击啊什么的 然后也是再融资啊 反正 对 可众也是负面新闻也挺多的 就这个样子 他这个对你的表 就是因为它是跟交易量有关系 那这如果交易量到什么程度的话 比如说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我把钱放到哪 更说益更大 没有啊 你自己看嘛 你是想去 问题是你想去买BNT 还是想去流动性挖矿 嗯 对啊 对啊 你流动性挖矿肯定是他是赚的嘛 嗯 那当然他两交易量不一样 量级不一样 如果我就是说同等情况下 你肯定 就是Banko是倾向于 给流动性提供者去 更高的收益的嘛 他就鼓励你来 提供流动性嘛 Uniswip就相当于你提供流动性 自己去承担损失嘛 但是你持有UniB 是肯定是稳赚的嘛 是吧 UniB长期肯定是涨的 就相当于他每年拿一点回购嘛 就这个样子 拿这个万物交易量回去回购 而Banko就不一样 Banko这个B 就是他拿这么多去回购 但是你 但是这流动性提供者有无常损失 你就你要从整体中去扣掉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其实是 所以说了是对流动性提供这个好嘛 然后他的手续费也稍微低一点嘛 然后就是对 当然你 当然你我们肯定还是要看滑点嘛 我今天还对比了一下他 比如说这个swap 比如一个以太坊可以换多少个USDP吗 肯定他目前的深度肯定是没有以太坊 没有UniSwap 那个会差一点点 但是你在这里面 比如说以太坊换Banko肯定是这里面 滑点更低 对或者 比如说我换USDP 26782698是吧 你看这里面能换多少 2689是吧 对所以目前他这个还没有 可能layer2手续费低一点 他可能会有一点优势吧 会慢慢的 他目前肯定是交易深度没法 因为UniSwap现在是80亿存在里面 他是18亿存里面 不一样是吧 但是他支持零差 你可以挂现价单这种 这些讨论都是基于VR讨论 V3好像 其实大家都有相互借鉴了 对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提供流动性的话 肯定去Banko玩一下 是不是因为算法保证了 所以他为什么这些这么高 就这个意思 Banko给的收益超高 他稳定的交易收益费的 这个稳定的收益其实一般 我感觉是收益费太贵了 不然的话应该还会很多人进来耗一把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菠菜有啥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 没有从中听没在听明白 我就一个简单问题 你这个无偿损失是怎么的 是怎么 比如说我涂了十 放了十个以太坊进去 我撤流动性的时候 只剩了七个了吧 他那其他三个以太坊 他会用当时Banko的价格 补贴给我吗 还是什么意思 就给我Banko是吧 Banko是吧 给你是给Banko 对 那他这个B的价格 他是根据怎么算的 根据当时那个均价是给我的吗 我就是我提取那个顺利 对他应该 对他这种应该是有个预言机 反正RV2.0 因为把预言机当主要 那个调节 但是他这个没有啥问题 BNT跟ETH的兑换比例 其实他自己辞职也可以去兑换 或者用不用预言机头 可以 这个问题 就是他给你发BNT去 弥补你无偿损失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 大盘一直在跌 就行事了 假设是这个Banko 这个代表持有者 他既然 他不准处双重损失 他就要这个 价格本身的下跌 还有一个在加上有无偿损失 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换一个方面想 如果Banko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是吧 那其实他代币价格是涨的吗 你覆盖这点无偿损失 也不大吗 这个意思是吧 所以Banko他项目方肯定也是鼓励你来交易 鼓励你来提供流动性 是吧 但是大伙 然后把币价抬上来 然后大家持币持Banko的人都赚钱 他肯定是这种想法 你从这一点看 其实他比UNISwap好一点 就相当于 UNISwap 我只要去买你UNI 我就赚钱 你这个UNI的作用 其实除开投票没什么别的作用 他怎么赚钱 他就通过销毁 什么通过销毁 赚什么钱 就是变相的赚钱 就是这个代币持有者 通过这个交易量 手机费的销毁 去销毁 销毁 还是直接分给 不太理解 比如说我UNI在交易所里 我能收到这个代币 这个0.0%的 手机费收入 不是 他这个是相当于间接的 就是销毁 比如说 其实他这个协议不是 你存100个山寨币进来 他会给你对应蒸发100个 Banko 这个Banko是在池子里面 这个池子里面 如果别人交易的时候 这100个Banko是可以去赚手机费的 可能赚了10个是吧 然后他后面会把这10个和110个 全部销毁 那不就相当于全体大家都赚了 这个其实就是交易手续费的 这个 这其实就是这部分 你UNI SWIFT呢 它是 它是 怎么学会 也是定时的还是 没有UNI SWIFT是相当于拿交易量的万物 去直接去买 直接买UNI 是吧 其实UNI这个币可有可无的 他之前本来就没有 是不是 他这后面是因为经过 就是寿司那个 不是发贷币把他搞了 他才逼他去发了一个UNI币 是吧 这块不太对吧 好像是这样子 就是说 UNI他之前在协议里面 留了这个万分之五的手续费 然后他一直没打开 然后他也不知道现在怎么用 到现在为止 UNI的那个 其实是 还是没有那个 币币持有者的这个收入的 反倒是苏系 他把这部分先做了 是吗 他那个万物没有 万物没有销吗 他一直都没有打开过 没有打开 你开过 他没有打开过 对 但你如果想知道 他打开过后是什么样子 你就去看苏系 对啊 苏系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 他弄了一个新的合约 叫做什么 那个苏系 那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抵押 那个苏系的交易队 然后他把 就是他那个万物的 那个收入 他会去给那个队去挖矿 哦 没有 反正跟这个是一样嘛 只不过UNISwap给不给嘛 你不给的话 你相当于你一直放在那里面 也是没什么用的 就是磁子一直在那沉淀 也不行 是的 对 反正就是这个逻辑 这个计算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应该没有问题的 对 计算公式没问题 对 可以可以 UNI这块 对 他那个 可以看一看 这个还 他没有拿去 那他UNI币一直在涨 是因为什么 他我记得 他会拿手续费去买一点吧 消费吧 没有 他就是涨 他就是那个用户多 涨得快吗 那我感觉 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涨得够快了 所以他估计也没有 做什么事情的动力吧 反正周五 我来分享那个UNI V3 大家可以有兴趣来听 可以可以 对对我这个都是基于VR的 其实V3应该他都都相互借鉴了一下是吧 就是放大流动性这些什么的 可以 是的 对对对好 期待 还有什么问题吗 VR的作用 反正大家 我觉得V1才是他的精华 是吧 就是 主要就是 比那个X乘以Y稍微复杂一点 用到了 微积分的公式 是不是 对 哦 说到这个微积分的公式啊 我之前有一个 我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那个 EOS上的那个REX 你有看过那个协议吗 REX 我 租CPU的东西 然后他里面 那个RAM是吧 RAM是吧 对就是租RAM的那个交易 协议叫REX吗 对对 然后他就叫RAM Exchange 然后他里面说用的是Banker 但是他的那个代码写的跟Uniswap一样 好像是经过推导说Banker的那个算法是可以等价到Uni的那个算法的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核对核对过 我对我大致看过那个就是说怎么它是相当于简化了 它是好像对 它是把一个什么 它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简化版就是一个特例版的就是Uniswap就是XXY等于K 就看这个曲线的 只要说Banker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曲线跟Uniswap一样就行了 那你Dudu还不是说自己最后一个一种条件就是Uniswap是吧 对啊 对啊 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 Curve不也是吗 Curve不也是那个曲线 请不知不一样 Curve是对 Curve是对 它是加 它是加XXY等于K嘛 然后在XXY等于K然后叠加起来那种 就是上次那Vinci的分享平几多了 它那个中间那块比较平 对对对 是 对其实我还是很好奇啊 在Dudu的那个分享我稍微听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觉得Dudu这种通过预言机的方案 其实被Banker其实已经否了 所以 还是想如果挺Dudu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反正对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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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